這一次呢 我們接到了一個任務 是客人的家裡要辦喜事 它請我們設計了一款超大型的桌花 而且裡面全部都是要放永生花 這個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以往永生花因為它加工過程的關係 還有品種的限制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比較中小型 比較精緻 這是我們一般在開正常的作品 進口的八輪 日本的玫瑰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特別去找的 日本進口花材的超大朵玫瑰 那盆氣的部分呢 因為我考量到是要長期在家裡觀賞 所以我幫它搭配了這種白色的大理石紋的盆氣 那搭配了這個金邊和上面的花 紅色系、粉色系去做霧衣 我裡面加入了秀秋花 那其實也就是代表著團圓美好的含義 那還有搭配了我們紅色系和粉色系的玫瑰 那粉色系這一次呢 我們使用了三到四種的漸層去做搭配 讓它整體呢不會像塊狀然後呢沒有連結性 特別呢幫它加入了大梨花 大梨花的花語呢是擁擁花會的意思 那我希望說這一次的喜事呢可以喜上加喜 不只是新人之間的喜事 那在家裡面呢也可以有招財的含義 我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呢還搭配了一個小小的心機 是因為我希望這個作品它是360度都可以看得到花 每一個畫面呢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花 主要是因為客戶呢回去想要長期擺放在客廳裡 那我希望說不管是家人或者是說來家裡做客的賓客 不管在什麼角度上都可以欣賞到這一盆美麗的花 那最後呢我們也祝新人以及客人呢 婚宴順利喜上加喜 好